真的呀 姐姐是说家贵人吗 主问 乐什么呢 姑娘家听不得 听不得 先歇一歇 吃吃点心吧 又是什么新玩意儿啊 这是小厨房做的芸芸花糕 原是民间做点婴儿的吃食 不必想着年下吃的荤腥 便做了些好刻画的点心 锁心总是这么细心 挺好的 是啊 她事事都很细心的 既然是孩子吃的东西 你就多拿一些去 送到解放店给三阿哥 是 姐姐对三阿哥真好 我们三个人里面 也就绿云有孩子 我还着实羡慕她 说来也奇怪 这纯凭娘娘的三阿哥 养得又粉又壮的 平日里狗得严严实实的 解放店伺候的婴儿们 对二阿哥都没有这么上心呢 三阿哥最小啊 照顾她是应该的 你待会儿要把点心送到 照顾三阿哥的婴婴手上 看她喂着三阿哥 看她喜不喜欢 是 索欣姐姐 你还不喜欢 你还要跟你样 我看到你 知道吗 我在这儿 我看着我 才能转租她的 其实是 我真的不喜欢 我们 tentacle的 我们真好 你还要不住 我们必须 你还不住 就会儿说 哎 哎 吃贤娘娘给三弟的点心 你给了我 不怕贤娘娘责罚你吗 贤妃娘娘疼爱大阿哥 吃几块点心算什么呢 那不是贤妃身边的索心吗 慢点吃 别噎着了 他跟大哥说什么呢 太后一向看中长子 想必是贤妃派人私下亲近吧 小鸟在哪儿玩的 一脸的灰 这早晨才用了半个时辰 您就吃得这么狼吞虎咽的 他们总不吃我吃饱 他吃了半碗就吃了饭菜 说怕我约着 可我总是饿 他们 他们是谁啊 哎 都是伺候的罗嬷嬷们 大哥 跟着您的人呢 他们都不喜欢跟着我 有着我过 大哥 这点心您就偷偷藏着吃 千万不能说是奴婢给的 奴婢先告退了 哎 哎 那您不能说 我偷偷吃了点心吗 否则我也要挨骂的 奴婢也敢责骂啊哥 大哥 哎哎哎 大哥 师弟姆姆 你快走 快走 哦 好的 大哥 大 哎呦 大哥 你怎么到处乱跑啊 赶紧跟奴婢回去吧 真是一点都不省心 你是说看见大阿哥 并没有奴才跟着 是 大阿哥一个人 从甲山后面跑了出来 衣衫都沾了灰泥 定是没有人跟着 而且奴婢记得 阿哥的衣领有油字 这个时候还没有到晚上 阿哥公主们的早上清淡 不见荤腥 那油字一定是隔夜的 这么说贤方殿的人 并没有好好看顾大阿哥 奴婢一直听人说起 说贤方殿照顾大阿哥的嬷嬷 比照顾皇后娘娘的 二阿哥的嬷嬷还要多 也许大阿哥顽劣 也未可知 是大阿哥顽劣 还是贤方殿的人 有所懈怠 这要细细查了才知道 可是你刚才 还说大阿哥吃了点心 怕挨骂 这倒真有奴才 欺负主子的可能 这事啊 你先别往外说 免得有错事 能一致的 大阿哥也是可怜 才八岁 亲娘去得早 没人看顾 什么都不周全 姐姐 先别替别人的孩子 想这么多 等你有了自己的小阿哥 那就好了 我也想有自己的孩子啊 可是总是没有动静 会有的 这什么方子 这么苦 这是高大人特意寻赖的 您再喝点吧 拿走拿走 主儿 喝了兴许啊 能有个阿哥 受到恩宠也不缺 可不知道为什么 我就是怀不胜 您也别太心急了 您的气息血育治症 是打小落下的 这些年费神费心 也没能好好养着 再调养下去 稳更多岁数也不饶人了 主儿 如果您急着要孩子 倒不如先养着大阿哥 大阿哥 皇后娘娘一直 闲着她这个树长子 便是她平日不动声色 本宫看苏联的脸色 就知道 就是因为是树长子 由您来养着 母平子贵 您的身份也就不一样了 您可听说 皇后打发太医去看大阿哥了 就是因为太后气重长孙哪 您的身子调养好还需时日 若赶不上生下 皇上登基后的第一子 那不吃亏了 不如先养着大阿哥 占了长子养母的命分 养母有什么用啊 毕竟不是自己亲生 太后不也是皇上的养母 照样母仪天下 那倒也是 可是皇后娘娘 未必肯让本宫养着大阿哥 您别总想着皇后娘娘的心意 您也得为自己想想 您若抚养了大阿哥 以后也不必试试 再看皇后的脸色了 不知道皇上肯不肯 祖宗的家法 本就有将生母卑微的孩子 交给高位嫔妃抚养的先例 何况哲妃早年就难产轰了 这倒名正言顺 哲妃与皇后同宗 皇后一直不肯抚养大阿哥 不就是因为 他不喜欢折飞 抢在他前头剩下儿子吗 说起大阿哥 也挺可怜的 左右皇后娘娘不抚养大阿哥 皇后娘娘之下就是您了 大阿哥归您天经地义 等将来您有了自己的孩子 大阿哥贴心就继续养着 不贴心就送回协方殿去 这倒是个主意 大阿哥若能跟了我 于他于我都是个依靠 卓儿 您还不知道吧 今儿奴婢打玉花圆过 看见贤妃身边的索心 跟大阿哥有说有笑的 您可得赶紧求求皇上 保不定贤妃也打着 这样的主意呢 若被他占了先机 他不是更得意了 那可不行 本宫哪怕不是为了自己 也不能碎了贤妃的心 这个贤妃世事争抢 真是惹人嫌 字要方着 如人品格 手腕用尽 不可太过 儿春每日都练字 皇阿玛给的字贴 儿春一直放在案头 好 你是朕的第一个儿子 一定要好好争气 才能给弟弟们做表率 知道吗 儿臣在兄弟营局长 肩负众人 不敢有父皇吗 期望 好 臣妾 儿臣给皇上请安 见过皇阿娘 大哥哥 二弟 你 都起来吧 皇后怎么来了 刚才去学方殿看永莲 永莲说她想皇阿玛了 好孩子 皇阿玛也想你 永皇 近来身子怎么样 回皇阿娘 都好全了 大哥写字 皇阿玛 儿身也想读书 好啊 真是尚近啊 朕哪 已经在替你找师父了 你该去上书房念书了 永皇 有空的时候 也多教教永莲 知道吗 儿臣明白 儿臣居长 一定会尽心教导弟弟们的 好 这才是长子的气度 是不是啊皇后 好孩子 永皇和永莲 人都很上纪 本宫真是欣慰 大哥那么喜欢在皇上面前显伴 生怕立太子的时候 忘了立贤立长这一茬儿呢 长子的身份是很尊贵 永皇也聪明 缘上了永章许多 可奴婢听李默默说 大哥时常以长子自居 一心要为哲妃争气 在皇上面前表现 这还是哲妃在时教的呢 那这孩子心情也太高了 你得告诉那些嬷嬷和太监 他好生教导着 是